洛阳白云山是我走过的第123个古围景区 我又一次被河南的风景迷住了 九龙峡谷蜿蜒曲折,陡峭右深 这里有一条从银河泄露到人间的瀑布 上街蓝天白云,下连碧潭深渊 气势奔腾,我们叫它九龙瀑布 松树是白云山最常见的树种 一亩松林每天可以产生49千克的氧气 相当于一个城市一般公共场所的3650倍 名副其实的森林养霸 自身林中深吸一口气 胸中纵有千节也能瞬间释然 大楼现在到了白云山的最高处 海拔2216米 中原极顶 都说玉黄鸟的日出不能错过 但见识了傍晚时分的天空 也就不好奇何为白云仙境 橙红的晚霞是被打翻的调色盘 极目远眺,云烟浩妙 远处的山峰若隐似无 在橘色光韵的照耀下显得悠然淡 夕阳误陷好 我却没有临近黄昏的惆怅 等一个黑色的酝酿 又将迎来绚烂的朝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